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次次消耗自己的生命 李莲花原谅了所有人 给了所有人重新开始的机会 唯独没有给自己一次重生的机会 她大概从来没有原谅过自己 她怪自己年少时锋芒太盛 无意间成为了别人极度的对象 她怪自己没有保护好师父 让她因为自己东海之战失利的消息而失去了生命 那个对所有人都宽容的李莲花 唯独对自己苛刻 希望以自己的力量保护好身边的人 建立一个正义的江湖 我们更被李莲花和方小宝的双向奔赴所感动 他们是惺惺相惜的知己 是彼此认可 彼此欣赏的家人 真的不敢想象 以小宝的视角 她该怎样面对李莲花的离开 她该多么伤心 成一饰演的李莲花清秀潇洒 打戏行云流水 令人叹为观止 成一更是由此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和喜爱 很多人因为李莲花见识到了成一精湛的演技 而成一也最完美地诠释出了李莲花 可以说是角色和演员互相成就的经典案例了 成一是90年出生的湖南人 原名叫做傅诗奇 被粉丝亲切地称呼为奇奇 更有不知情的网友以为这么美的名字是成一女朋友的名字 真的是一个有趣的误会呀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